宇宙浩瀚 繁星璀璨 远离家乡的游子啊 你眼中的世界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模样 长话短说 我们是一期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访谈节目 每期节目我们会电话连线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 和我们一起分享留学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连线在意大利米兰的留学生 同时呢也是一位我的朋友 来自中国深圳的章鱼同学 现在我们电话连线一下他 喂章鱼我是大林 干嘛油皮快放 我们现在就在录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节目 你给我正经一点 我们是World China 首先有请章鱼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老铁们好 我是章鱼 今年25岁 我本科是在北福读的 已经出来两年了 现在我在米兰马兰欧尼继续读服装设计 好的 谢谢章鱼同学 提起马兰欧尼 在米兰的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既然我们说到了学校 那么先问一下章鱼同学 你是怎么选的这个学校呢 还是说你是先选的国家 再选的学校 还是先看的专业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因为我是学服装的嘛 那马兰欧尼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 艺术级别的最高殿堂 肯定是先选的学校啊 但是据我所知 马兰欧尼在别的地方也有校区 比如伦敦和巴黎 你怎么就来米兰了呢 你是觉得米兰是本部 教学质量会更好吗 这个问题嘛 其实巴黎也是时尚之都了 教学质量其实都差不多 马兰欧尼确实是不错的 科业量还是蛮大的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烧钱 要经常看秀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巴黎伦敦这些都差不多吧 其实我是看中了意大利的文化氛围 所以来了意大利 难道不是因为穷吗 穷不存在的 这辈子都不存在的 穷人会学服装吗 你这样说我要打人了 言归正传 说起这个文化 意大利是个拥有 优走历史文化的国度 米兰 罗马 佛罗伦萨 都是特别有名的城市 对 意大利有着 人类史上最灿烂的艺术瑰宝 每一个城市都有 不同的社会风俗和人文景观 这里等待被探索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你知道的 Italy Italy 呦 那您说说 报个菜名 什么生火腿啊 什么prosciutto crudo 第一次吃我觉得 我靠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玩意儿 但是后面吃多了就觉得嘛 哎 其实还是很香的 它的那个肉的味道非常好 还有回甘 那个猪是走地猪 吃起来不是一般香啊 配上蜜瓜清甜的味道 真的是完美 哎呦 火腿我也爱 平时没空做饭了 我就买一盒 弄个奶酪配着吃 嗯 对 奶酪也是不错的 西西里还有那火菊奶酪 跟瑞典的臭匪鱼罐头齐名 卧槽 可他妈带劲了 听说因为有这个果 银幼虫的餐鱼 所以乳绕的质地变得十分的柔软 还会标出一些汁 嘿嘿 卧槽 真的有人吃这种东西啊 这个我有问过西西里的同学 他们说这个就是作为一种 传统食物存在的 现在很少有人真的天天吃这玩意儿 吃也就是图个新鲜 呃 这听上去并不新鲜 那我们聊完吃 说说玩吧 我听说你们米兰的学生都喜欢去湖区玩 还有好吃的海鲜吃 哎呦 怎么又是吃啊 确实我们周末喜欢放松一下 比较常去的就是那个可摩湖 建议品尝这个龙虾一面 好搭的一盘子 三个人吃没有问题 沐浴披萨也是很不错的 呃 相比自然风光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人文一点 我也说的嘛 我是看上了意大利的文化氛围 米兰除了超多秀 还有超多的博物馆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还会免费开放 这倒是 而且学生卡大部分国立博物馆都能打折 甚至免费参观 确实对学生来讲是一种福利 也是支持学生们的学习 对的对的 除了博物馆外 意大利真的是边地都是好看的建筑 特别适合街拍 我最喜欢多摩就是米兰大教堂 哥特斯和巴洛克斯一体的教堂 但是没办法 我还没有毕业 所以只能在下面默默地仰望他 啊 怎么回事 毕业生是在教堂有什么特殊仪式吗 因为传闻上去了就不能毕业 我还是怂一点为好吧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在米兰大教堂的旁边就是 艾曼卢业 二次拱狼俗称奢侈品街 夜晚拱狼顶亮着男子式的灯 会有一种满天心的感觉 而且中国人真的特别多 米兰购物天堂真的名不虚传 咱中国人吧 这个战斗力也是名不虚传呀 说起逛街啊 米兰不仅能买到比国内便宜的奢侈品 也可以去各种有意思的二手市集 淘一些古着 对对对对 米兰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在运河旁边会有二手市集 我当年也淘了不少稀奇玩意儿 哎呦 那你可得注意点 那万一别瞎买 怎么个意思 哈哈 我最近刚刚去了East Market 买了一个古着项链 这坏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哎呦 说来听听 我一开始不是先在快餐店吃饭吗 然后书包被抢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整个包 包括里面的电脑 什么全部都被抢走了 天呐 同志们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张鱼同学七尺男儿就被抢了 这治安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哎 这还没完呢 后面有一次我去买烟的时候 有两个黑人小哥哥 还把我给打劫了 他们本来就是帮我开门 然后突然跟我要小费 我本来想着说给个两欧 差不多了吧 谁知道 人类的这个欲望是真的无法满足的 他们见到四下无人 就想要我钱包里的大钞 我想啊 我是个男人 我怎么能就这样屈服呢 所以我肯定就拒绝了他们呀 然后我就静止走开了 结果他们一直在后面跟随我 我发现形势不妙 我就拼命地像一只疯狗一样 在路过的 像路过的汽车呼救 但是没有人停下来 最后他们还是把我打倒了 抢走了我的包包 还撤坏了我的外套 哎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只拿了我的钱 但是就是证件他还是给我留下了 哎呦喂 那他们还是专业的呗 纸结材 你命算不错了 再次提醒他同学们 如果证件也别一并偷走 可以分下附近的垃圾桶 说不定会找到证件 哎 他们还是有抢劫操守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么的坏 他们只是想要钱而已 没有摩柴害命 哎呦 你还挺心软的呗 那后面呢 你是怎么想的 这锅怎么就扣到人骨灼头上了 哎呀 都赖我室友 他有一天喝多了 非要跟我说 他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在我窗前面 然后他点了一炷香 在我床头给我放了一把刀 这大半夜的 我就醒了问他咋回事啊 他就说了经过 他说 肯定赖这骨灼 我想知道你这位高人摄友 他看见啥了 一只八条腿的章鱼 骑在我的窗台 呜 还跟我说 你一定要关窗户 令人深思 震聋发聩 不管怎么说 我自从扔了那骨灼 我的命就变好了 真是人生的转折点啊 怎么着 这让你说的谁还敢去米兰呀 这遍地开花都是贼呀 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你这个人吧 看问题不要太片面 我这就要尬吹一波 意大利的警察了 我跟你说 有一次我去Komarsina 那个地方接朋友 刚好赶上过节 地铁 公交啥都没有 我不是要夸意大利的吗 忘了 然后我就开了个Cartu Go嘛 你租了个车是吧 对了 这边的驾照好弄吗 来这边开车也是留学朋友们的一大疑问 驾照的话留学生朋友们可以淘宝一搜就有了 但是这边交规还是挺复杂 动不动就要罚款 而且公交系统又挺方便的 米南城市面积比较小嘛 开车还得找个停车位 坐地铁吧 坐地铁 环保呀 好的好的 那你接着说你那警察的故事吧 有问题 找警察 简单来说 我就是迷路了 我说了嘛 米南的路况太复杂 不然地铁 然后碰到几个警察在吃薯条 我就把我的情况一说 人家就送你了 那不是 是警察给我开路 我断了后 中间都没有人敢插队的 那叫一个威风 我们都开着双闪 老子贼鸡巴哭炫 这警察挺厉害呗 这倒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我们到了那个Komassina 警察说这个地方不太平 我陪你等 然后等到了我朋友 多不好意思啊 还真是 挺不好意思 你没请人家吃个饭呀 土豪 我们一起抽了下烟 他们还坚持要抽自己的 没拿我的 总之这是我能吹一辈子 不过主要是这个Komassina 这地方确实不安全 我有所耳闻 不是针对老年妇女的奸杀案吗 是的 还有前年一个老太太找起遛狗 被人抢了项链 还勒断了脖子 那你们平时就要尽量避免这些地方对吧 为了人身安全 虽说是房不胜房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出来 查好各国各城市的安全地图 不光是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 这几年被难民问题搞得乌烟瘴气 没法说 那你给大家说说米兰的安全地带 首先 无论如何的前提就是不要半夜出门 哪怕夜中心的多末也不行 天黑前尽量回家 然后有几个不安全的区域提醒一下大家 Zara Manchakini 黄线的Komassina 那方向最后三站都不咋地 还有黄线另一个方向向后三站 还有Lorenteggio 还有一个VIA Padova 对了还有中央火车站 我就是在那附近被抢的 对出门在外 大家还是尽量要规避风险 生命安全最重要 千万不要学章鱼 真是命不好碰见事了 就把包都给他们 享受健康安全的留学生活 别哭了 坚强起来 毕竟留学之路是自己选的 酸甜苦辣 跪着也得赌完毕业呀 是的毕竟学了那么久了 梦想的路总是不平坦 的嘛 好了 咱俩聊的也蛮多的了 不知道听我们聊天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更加聊点米兰这座城市 如果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现在我们要和章鱼说再见了 章鱼再跟大家说几句呗 虽然说了些不好的故事 但是一切问题都是辩证的嘛 总体还是力大于弊 多注意安全就好 要是我再选择的话 我还是会来意大利的 毕竟这里艺术氛围 还是挺好的 好的 谢谢章鱼的建议了 那么我们就要跟章鱼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们 现在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Conday Pardero 英文是With you I shall live 是一首意大利的传统歌曲 歌曲来自安德雷亚伯茨利 这首歌最著名的版本 是来自沙拉布莱曼的 Time to say goodbye 本期的World China到这里 就要向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可以跟我们讨论 相信大家对米兰和对意大利 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 即可参与讨论 以后我们会逐步的 带大家了解世界各地的热门留学城市 欢迎关注我们哦 Time to say good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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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